周期末是一名 现在是一名全职的脱口秀演员 或者叫单口喜剧演员 在北京表演 到现在到这个月 基本上就是五年吧 差不多 末哥你准备就开始了 有请我的五项周期末 好好好 我之所以做脱口秀这个行业呢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啊 对语言比较感兴趣 也比较敏感 所以我会发现一些语言上的问题 比如我发现很多广告的这个广告语 特别具有误导性 比如有一款凉茶的广告 大家都知道怕上火喝啥啥啥 你听完以后肯定觉得 喝这个东西可以治上火 但是你想过没有 他说的是怕上火喝啥啥啥 你喝完以后可能是不怕 但是上不上火你不管 真的你都没有办法告他 在法庭上你说 为什么喝了你那个东西 我嘴上还是起泡了 但是你吃火锅之前是不是不怕 对我们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勇气 真的广告就是这样 他一直用广告语去改变你的思维定时 有很多广告 我说上半句 你立刻就能想到下半句 比如说怕上火喝啥啥啥 困了累了 喝这个喝那个对吧 困了累了不应该歇一会儿 我喝你那个东西干嘛 就跟我饿了应该去吃点饭 而不是吃一条你那个 厚甜的那个巧克力瓣一样 所以等我以后如果有钱了 我就会做一些广告 广告语都特别的简单 困了累了 歇一会儿 饿祸 吃点饭去 观众看完以后说 是推销啥呢 不明白 推销常识 推销常识 真的很多广告没有常识 比如有一款功能饮料的广告 是这样 说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没有 我什么能量 我心里没点数 有的时候倒是低数的想象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晚上在家 突然心血来潮 说我要去跑步 然后下去跑得精疲力竟 这不得跑超了 这不得两千米了 八百 走回去就两千了 而且我喝了你那个东西 半夜三点睡不着觉 那不叫有能量 那叫反常 就跟你去医院做手术 是因为打了麻药才不疼你 那就反常 你不能跟大夫说 大夫 我的肩强超乎我想象的 你真的 你再给我来一道 今天状态特别好 还有看视频之前 也有很多广告 有的时候是一分多钟 两分钟特别长 我觉得这种广告 不应该放在视频的前面 它应该放在弹幕前面 就是你发弹幕之前 要看一个广告 为什么呢 让你的脑子冷静一下 让你说的话有点逻辑 现在很多人发弹幕 真的没有逻辑 我之前在网上 有一个表演视频 眼着眼着呢 就飘过来一行弹幕 我就笑了 这也叫脱口秀 我想 当然叫脱口秀 你都笑了 对吧 所以如果这个人 在发弹幕之前 能够看一个广告 他就会冷静下来 对吧 在那看广告的时候笑 我就笑了 这也叫脱口秀 一会儿给你发上去 我就笑了 我就 诶 我就笑了 这才叫脱口秀 好